Hello 大家好 我是韋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玩者荣耀 离人欢迎时尚视频 现在先加个铁键 现在开始了 因为玩这个是迷雾模式 然后带着闪现 还有个监视 应该是 手机流量 他不是有那个活动吗 是什么 限免 本月有限免 然后开通 这样是迷人开通 先开通了一下 手机流量 最近手机 玩这个游戏耗的流量 不算你的数据流量 但有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玩游戏 然后切换出去 然后看一些 看一些别的东西 或者看一下QQ空间 或者看一些新闻之类的 那时候有的时候会忘记掉 把那个数据流量切换为 因为那个YY信号 他就会把流量去掉好多 这一点就是有点麻烦 他这个流量限免 只是玩游戏限免 而且只是在对打中 还就是像分心游戏之类的 他的流量好像是不算的 所以这流量也是有点烂 但是好像包月 还是9块钱一个月 还是蛮便宜 就是比较适合 不是经常有WiFi的情况下 这个流量还是挺 挺好用的 挺实惠的 因为他打一把下来 差不多要七八兆的流量 如果你一天玩个 四五旁的话 差不多就要四五十兆 哎呀 我刚才被对方的定住 对方的王兆金 王兆金 我现在是抽奖 抽到了一个王兆金 就是那个花 或者说有那个集齐三十朵花 可以对方英雄的 然后我是对方美女运行 对方的那个 那个王兆金 然后现在就差一个孙上江了 对吧 里面 好吧 差一个小桥和孙上江 两个 下次如果还有这个 再搞这样的活动的话 应该是可以对到对方的孙上江 或者小桥 那现在的话 我应该是有二十四个英雄 虽然还不是很多 但是就算英雄很多的话 有的时候自己都运不过来 最近有线面的英雄 也不是经常用 最近还是挑几个自己喜欢的 英雄练了就好了 现在到下路碰到对方的那个 铝布 还是穿的新皮肤的铝布 好像那个 有公告 应该是说 那个鱼姬应该是快要出来了 鱼姬 鱼姬应该是项羽的 项羽的 项羽的女人 对吧 霸王别的就是鱼姬吧 那项羽应该也让他去重新塑造一下 对方已经扔了一个监视在那里 我帮帮忙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看来挺明显的 那这样对方一直攻击过来 然后射击 因为这个放了一技能之后 在身上才会联系点他 他身上就会加快攻击呢 刚才一波下来我被人击杀了 他听到所以没权 也难受时间 這應該是射手裡面也是比較好運的 而且是剛出來的還挺多人稱讚的李元花挺好運的 沒有的就是射手裡面也是不算差的 但反正每種射手都有各自的優點 也有各自的缺點 剛剛走到下路就碰到對方的這個亞瑟 剛才好像是被亞瑟和呂布基一起擊殺掉一次 前期感覺這個攻擊力還不是很高 只能等到後期慢慢發展 我反正路他好像被拆了 我反兩個對方的花木蘭 因為我反的花木蘭兩個花木蘭在對打 現在我反比風還落後 我零比三 這樣子還未殺一人 打籃魔 盡量拿一個籃 因為我這個氣籃也是挺快的 先加氣血知道吧 邊打邊吸血 到後面再加一些別的老吸血也會快 現在我反終於擊殺了一人 當時好像比風還是落後挺多的 現在1比5 打了5分鐘 6分鐘 差不多每分鐘有一個人掛了 它就是平靜的下來 現在躲在這邊清理一下兵線的散路 這個影子 是非常好 是很高 人生太不高 要準備拆塔 看有沒有人干擾我 沒人干擾我 就把他散路塔拆了 因為打迷霧模式 應該是有一個天好 應該是偷塔還是比較好偷的 在地圖上他有的時候看不到你現身 等你現身的時候他再趕過去還要很長時間 等他趕過去你基本已經把對方的塔給推了 這時候應該是迷霧偷塔還是比較好偷的 繼續看 應該沒有人跟蹤我吧 先遠離一下 果然有個亞瑟 亞瑟老師追著我打 現在可以叫他換了一個E技能 他應該是去血比我還多 要危險要危險 他只要換大招 還是被他一個大招震死了 亞瑟老師找我打 很討厭 剛才兩次都是被他一起圍剿 就亞瑟 我這個就是屬於那個 我這個血又薄 防疫力又差 給他一個大招 我還用一格多的血就受不了了 我換下路的1塔也危險 剛剛那邊2塔就交給老公子 應該是可以清理領先的 有點卡 其實他這個就是旅元換了2技能 換過去他那條線上面 只要在他線上面 也是會去血的 對方的呂布又來了 又是又是亞瑟和呂布 這兩個老是愛接場的 又要給他衝一個大招 又吃到他的大招 還就是死在3次 他都被亞瑟給擊殺 剛才也是死在 第一次是死在亞瑟和呂布合作的手上 兩三次都是被他一個大招擊殺 不過還好我換隊友給力 然後現在把對方4個 擊殺4個一起 來繼續走中路看一下對方的花木狼 對方的花木狼 來鵬好像跑了 扔一個尖獅在草叢 有的他會躲到草叢 我想把尖獅的塔拆了 然後判斬對方王昭君來了 然後先躲了 還好躲過對方王昭君的二技能 如果被他遁住可能危險就很大了 他來個大招 然後對方女巫也趕上 基本就是要掛小木就玩完了 現在要劃個大招 走走他們往前走 要清理一下兵線 對方有兩個兵線在注目 因為這個打兵應該還是比較快 但是這個韓星居然不怕死 敢衝過來 糟糕了那個誰 黃昭君換大招 又死了 把這一下子死了四次 一個沒殺 黃昭君大招也是挺穩的 看來他是掌握了很好的時機 已經沒有破他的技能 沒有定他的技能 如果有定他的技能就可以破他了 那我換中路塔 直接被他推了就剩一個塔了 好 護火準備去先把上路的兵器一下 如果上路塔有危險嗎 因為因為我們兵已經差不多接近塔了 我黃昭君來說 以白任性 鞋子 有點卡 看看今天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反正打這個有的時候 都挺多人會覺得有點卡 而且動不動有人還會掉線 特別是打排位賽最怕有人掉線 今天有的時候打排位賽 又有好多人打 兩下突然掉線 還有四打五那個很難打 現在五分比分11比17 還是落後挺多的 六分五分 現在就進去就殺了一個 趕緊把中路的兵器 不能讓他拆了高地塔 現在我應該是裝備也起來了點 打兵 暴擊的已經有1000多 現在對方已經有4公斤 啊還有一個王刀精 看來在影子看見他 還想跑 現在我應該是追擊他是沒問題的 躲過他的二技能 他應該就要掛了 再換個一技能在他身上 他還敢換大招 先把你擊殺了 應該我有吸血之 吸血之弄了 所以說暫時可以不用回去 打一些兵就可以吸血回來 現在血就吸了差不多 好多了 現在打這個王刀精還是挺好打 如果王刀精應該早點換大招 血還有很多的情況下 剛剛是他血沒多少了 他換大招已經沒什麼意義了 因為很容易被我擊殺的 還好有吸血之弄 邊打邊吸一點血 還補充一點 如果是同等的血 我們就滿血型 他換大招我可能就擊殺不了他了 但他如果是滿血裝的 大家換大招我肯定要跑了 他就不會跟他一砍 只會我裝備已經達到頂峰的時候 那時候跟他砍的話還可以可以 就是暴擊也是傷害也是很大 剛才亞瑟就是殺了我好幾次 而且要報仇 他終於擊殺了一個黑亞瑟 雖然不是我擊殺 但是我隊友配合的 哎呀糟糕 剛擊完一個亞瑟 對方三個引擎衝過來 然後我換兩個引擎被他擊殺 就是一個金科 還有我 現在就剩下我換一個花木蘭 這個迷霧模式就是有的時候 你看不到人來 剛才就是沒看到他們有人來 然後就是沒注意到這裡去 如果有注意到他能過來 肯定是會做好逃跑的準備 而且剛剛一來就是來三個 你沒環玉的機會都沒有 就是逃跑的那個準備都沒有做好 他已經衝出來了 一衝出來就下 有點下來了 應該可以加一個破甲弓吧 那有了破甲弓之後 傷害應該是更大 我這邊應該是 是處於第二排的 第一排要有人在第一排打 人在第二排亂射 又是亞瑟 趕緊遠離這個裏部的大招攻擊範圍 還是有點把想衝在你資源的 你要在外面 在邊路在遠路就可以射了 這樣子我就 傷害大一點 然後我那個又不容易被人攻擊到 他現在準備打主宰 這時候好像應該是對方草叢 不知道有沒有人 我們在這邊打 沒人去草叢護一下 這時候看到對方有草叢了 主宰又被他搶了 這個王昭金真討厭 這麼好 我們打了已經 就那麼 最後一下被他搶了 我們都是二回 這個王昭金 該死了王昭金 糟糕 他換大招我要死了 這次被他躲不住 吃不了他 這是他滿血狀態 而且他也打了主宰 沒有隊友配合 我一個人單挑 挑不過他 在他大招的攻擊範圍 這波打的有點虧 剛剛應該要有一個人 在這邊去看一下那個草叢的 為了迷霧模式 根本看不見人 我換李白有點危險 果然還是掛了 現在是19秒數落後6分了 現在他們有主宰的那個皇戶 所以說他們 如果打團的話 他們是 極優勢 他們有優勢 他們現在不打團 他們現在分散了 還挺厲害 我方是有人在拆打了 他們有去護塔 護塔可能就分開得比較厲害 現在我暴擊有達到2000 打那個泡兵 現在不用管他 因為有優勢能在他身上 他肯定是掛那個打那個野 現在我準備去上路 看能不能拆個塔 只要他們沒人理我的話 哎 現在有個破甲弓 不過好像沒人 沒人顧著上路 先躲到草叢 來讓兵先走一下 是OK的 現在先強行拆打 因為我攻擊力還是比較高的 上次還沒人來管我 但是對方還在中路 還是沒人來了一個王高軍 還好躲過他的一技能 哦 二技能 我方落後了八分 有人應該是有點 耐不住了 想投降 但是原來我方還是有多人 不想投降 現在中路有危險 回去支援一下 好危險 好危險 那個大招在基地 在那個 把這個套兵已經幹掉 對方呂木是掛了 跪在我們門口 懺悔 不應該來拆我們家的塔 那接下來對方的那個 亞瑟 碰到亞瑟了 先逃離一下 回環再過來 哎呀 對這個 剛好掉到花木蘭 這個王昭金的大招手上 對王昭金換大招 然後即使躲過 剛才差點就掛了 然後我方有一個加血 你回來補血補完血 再繼續塔上次 能保就保 保不住就算了 那現在補滿血 繼續跟他們砍 啊 這樣子衝上去 對方已經掛得差不多 對方已經掛得差不多 咦 現在韓信需要買了護火甲 護火甲也進不住 我們幾個能敲 對方又來一個個送死 我們三個打一個 肯定是比較有把握 啊 邊打到還能邊吸血 裡部血還挺多的 現在應該是可以 現在慢慢的有點反 反超了他們 我們去打小龍 其實我現在單挑那個主宰都是沒問題的 因為我剛剛應該加了那個無盡戰狼 然後破甲還有吸血之刃 應該有這三個 而基本是單挑主宰應該是沒問題 還想打個狼 但是沒有狼魔了 對方 對方的那個 玩招勁 跑得到挺快 不過對方的塔被我們推的來挺多的 雖然我們比分落後 但塔推的還挺好 對方就剩三個高地塔 只要一不小心 對方有一個高地塔被我們推掉 他們就不好打 黃木蘭 對打黃木蘭不好打 哎呀剛才本來是想扔到黃木蘭身上 沒扔到 對那個小兵害野區的野怪害的 鎖定到野區去了 現在好像主宰又要被他們擊殺了 我懷疑就是兩個英雄 誰衝進去黃木蘭 衝得太著急了 也太 對方那麼多英雄 他一個人衝進去 要衝的話也要像剛才玩招勁一樣 等他打的沒血都再衝 現在只能還手了 對方又一次把主宰擊殺了 我們現在只能還手 不能再去 再出去擊殺 應該很危險 好像我有護活 現在護活 這個時候我在背後打他們 也還是傷 打他們還是挺疼的 先撤 躲過對方一個大招 又要死了又要死 最好不要被亞瑟碰到 亞瑟給我一個大招 我進去掛 加個破軍 我再加 護活開架 我加滿了 先加破軍 不會在我加的時候 還要我還隊友給力 剛才這一槍好猛 剛才那黃木蘭直接被我去掉好多血 剛才 還加了破軍傷害就是不一樣 還躲過這王昭金的大招 二技能 這下這下打他也是挺快 又來一個 又來個送死的 這下把對方打團滅 還完成那個雙殺 因為我現在攻擊力 傷害還是挺高的 打冰打人家血就吸回來了 再打一些小野怪 一下子血就滿了 把上路的兵清理一下 這波剛才差點就被滅掉了 因為他們剛才是 擊殺了主宰 然後現在被我們 剛擊殺完主宰 還被我們打團滅 剛才好像有隻蟲子回過來 不知道有沒有飛到嘴巴裡面 這下是另一番呂布 管著強敲 強敲這個呂布 沒想到他也褲褲開架 讓他跑了 先遠離開遠一點 打荒木蘭 打荒木蘭 打荒木蘭是挺好打的 這下要死了 就這麼一波下來被他擊殺了 現在我換李白應該是在拆塔 我們比分是落後9波 所以落後還是挺多的 就靠李白能不能把對方塔給拆了 就殺了一個 亞瑟 而且還有炮兵機制炎 看能不能把對方塔拆了 這樣能強拆了 省得我們再繼續 強硬的來拆 這麼麻煩 不過對方那個誰 韓信 還有呂布一起 就差那麼幾下 我換荒木蘭好像有掉線了 剛才塔有點危險 中路已經被他們清空了 還好清理兵器還是比較快 而且把鞋子賣了 買個護火甲 賢者的庇護 這樣子 可以多一條命 又是鋁布 只要把我加到鋁布 應該是會掛的 現在遠離王昭境的攻擊範圍 可以狂射韓信 不過沒射多了 又是韓信來追話 先把韓信 韓信有護火鎧 剛才是被擊殺了 糟糕我也掛了 我又有護火鎧 但是好像進不住 兩下又被砍了 這波垃圾炸還是打得挺久的 都打了二十幾分鐘 平常那比賽應該是十幾分鐘就能打完的 特別好像是打這個迷霧模式打得還是特別比較久 因為 有的時候就是地圖上看了不清楚 然後團滅了之後 他們還不是很快就能組織 組織一場那個有效的進攻法 現在對方韓信一個人 帶著兵下來了 不知道是能不能這樣推了 這就剩一個我換了 金柯金柯能不能阻止 另外兩個陰型 兩個 而且發目了又復活鎧甲 我也復活了 堅持堅持 堅持一下 這波一定要堅持住 這波差點就掛了 射死了韓信 對方的呂布又來了 暫時先不管他我先打兵 呂布應該是交給隊友是可以擊殺的 現在打兵都有三千的傷害 呂布還沒死 肯定有一個人 他可能有復活鎧甲 我們幾個人圍毆 他直接把他擊殺了 因為現在打到後期 就像他封數打多了也沒用了 因為錢 裝備也就那些了 然後能買的都買齊了 大家的裝備基本都差不多 然後就靠 現在就看團戰 團戰打得好的話 先把誰給團滅了誰就能行 現在我傷害很高 搶人頭什麼 搶那個主宰的 他都挺快的 現在比對方是四個人 他有一個呂布還會互搏 所以我們現在是人數再來領先 又是擊殺了一個 其實我剛才往回衝都可以的 因為玩招勁也沒多少血了 應該這一波來強攻 是可以拆掉對方的塔的 我放荒木蘭不動了 是什麼情況 拿掉線了 看能不能拆掉塔 我放荒木蘭這個時候掉線 我放是說要花起集合 集合進攻 我就準備先拆塔吧 現在進去很危險 現在進去很危險 沒辦法 現在就剩我一個 因為荒木蘭是沒卡住了 還是什麼 掉線了 剛才本來就想去支援下路塔 但是 剛才那個決定應該是錯誤的 應該要先去救塔 我以為下面的兵能堅持一分 但是他們可能兵積累的太多 但是下路塔還是被拆了 現在變成4打5 到後期還要變成4打5 後期大家的攻擊傷害都挺高的 還缺少了一個人 還挺難打的 已經打到27分中了 將近半個小時了 這場垃圾戰還是打得挺艱難 我們幾次差點被面 現在錢有4千多 4千多也不知道買什麼裝備了 因為推薦的裝備基本都買齊了 剛才躲過了呂布的大招 攻擊範圍 然後現在狂撤他 呂布血真厚 打了半天才一半 還有一半血 應該死了 然後有護掛鎧 等待手撕 不過這方又來幾個人 先遠離一點 測遠一點 這時候再遠一點攻擊 這方 這個荒木蘭與中某的一技能 沒多少血 被我換李白一技能 這時候那個王昭靜還想換大招 換了大招都來不及救了 那就是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一起進攻 還好我們兵也是在一起的 拆塔還是比較好拆 這個塔只要被我射一下就拆掉 就推掉了 推掉了我們這邊拆基地 因為我攻擊傷害比較高 拆基地還是比較快 沒人干擾我 趕緊拆 扔一個大招 先阻止塔架 然後挽回撤一點 塔架也是跑了 跑了 我換上路的兵也來了 超級兵 先射這個韓信 沒辦法 對方引擎護活的比較多 還是等待一下 等待隊友支援一下 落後9關 還是差距還是比較大 現在後期分數應該是不重要的 打成這樣的話 大家都已經 沒什麼可出的裝備了 因為有錢都花不了 有錢沒地方花 真是無奈 現在已經打了半個小時了 雙方都是你來我玩 而且現在我方是落後了一人 四個人 四打五 現在 如果花木蘭剛才在的話 應該推塔是可以 直接很早就可以推掉了 只要少了一個人 還好是中後期吧 如果是中期少人 或者前期少人 就不好打了 現在花木蘭一直不連上 不連上也不給人們掛機 如果能掛機到隊友身上的話 那個打起來也比較好打 主宰 再次又不是被我搶到 搶到擊殺 花木蘭 現在準備先往上路攻一下 對方的是有個韓性擊殺 和我換了李白 可能一下射一下就三千多的血 這個傷害還是挺高的 對方的一群傷害也是很高 現在可以看一看能不能強穿 對方應該也是四個人 對方還有個呂布 呂布在下面和我換李白對打 射死一個 哎呀我方 老褲子有護婆鎧 甚至黃木蘭還沒死 還有韓性 韓性也死了 沒想到韓性也護婆 我也護婆 糟糕 這波沒搶到 兩個一起死 兩個一起護婆 然後居然搶不過他 殺不過他 大家可以看看別人出裝 好像他們有的都出門 專門出攻擊的傷害 老褲子說一冷一等傷害 應該我們能少嗎 現在只能 先載掉一個人 再發起疾風 現在金幣已經有七千多了 七千多都不知道買什麼裝備了 都不用買裝備 都不用點 直接走這邊 看有沒有機會搶個人頭 躲在草叢裡面 猥瑣地搶人頭 因為不敢太靠近他們 他們打我傷害也是很痛的 先擊殺一個 對韓性給我擊殺 在外面 在外圍 哎呀 復活開家 還沒復活出來 不過對方已經有四個陰星掛了 然後對方一個呂布 呂布一個人又不敢拆家 現在我方 我方有兩個陰星 直接去拆家 對方呂布又不回城了 有沒有回城現在 現在我們兩個人拆家 二打一 還加加對方家 終於拆掉對方的基地了 這一場打的就是比較 時間還是比較久了 然後本期視頻 他會錄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欣賞 歡迎大家點擊訂閱 或者點個讚 更多精彩的視頻 然後會不斷更新 好 我還是 我是MVT 好吧 這期到這裡 謝謝大家欣賞 看下視頻